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,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,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,从白露开始,天气逐渐转凉,虽然白昼中午偏热,但是傍晚后,气温会很快地降下来,所以从白露开始,昼夜温差会比较大,此时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都要有大的调整。 而在每年的白露时节,我都会提醒家人和身边的朋友,一定要牢记四事不做,二物不吃,只有尊重传统节气,才能使家人少生病,健康过秋冬,这里是国学论坛。 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 四事不做,一,不裸露身体。 楚楚十八盆,白露雾露身,楚楚节气之后,洗过十八天凉水澡后,天气就会凉下来,河边也就少了野狱的人,而到了白露节气。 二,这个时候,夏装就要开始收纳整理起来,穿衣时就要注意不要在裸露身体上容易着凉的部位,比如脚踝,腰腹和胸口等部位。 进入白露节气以后,晚上睡觉时,就不要再开窗,腰腹部也要盖上轻薄的被子,防止因为着凉引起的身体不适。 二,不要盲目进步。 进入白露以后,很多秋季上市的食材开始大量上市,这段时间也堪称一年之中食材最丰富的一段时间,所以人们可以选择的美味食材很多。 民间素有天凉贴秋标和进补的习俗,不过白露节气由于随着昼夜温差的变大,气温逐渐地下降,这个时候人很容易燥热上火, 而一些营养丰富的补品,这个时候食用很容易引起上火和不舒服,所以这个食杰不易食用过多营养丰富的食物,以及燥热容易引起上火的食物。 春夏养阳,秋冬养阴,白露节气,阴气滋生。 这个食材应该多吃些滋阴润造和生津止渴的食令食材,比如白色的秋里,百合,莲藕和豆芽等,以及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和海鲜等,少吃羊肉和一些容易燥热上火的食材。 三,不做过量的运动。 凉爽的秋日是运动的好时节,很多人在漫长的夏日里都处于缺乏运动的状态,所以在秋天开始运动时,要懂得循序渐渐,逐渐增加运动量,而不是直接进行剧烈的运动,否则很容易使身体受伤,也会给心脏增加很大的负荷,最好先从舒缓的运动开始。 散步,慢跑,瑜伽等,在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逐渐调整运动强度,更利于身体素质的增强。 大家在享受秋高气爽的同时,也要注意一个问题,昼夜温差大。 早上可能还感觉比较凉,但到了中午,温度就会骤然升高,因此,在进行沉练或晚练时,我们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。 首先,穿着要合适,以防止感冒。 其次,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,以避免肌肉或关节损伤。 最后,运动量也要适量,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,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 总之,无论是户外慢跑,还是徒步登山。 我们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,穿上合适的装备,这样才能真正享受这个美好的季节。 四,不露身。 老人们常说白露身浮露,到了白露节气,气温下降明显,昼夜温差大,而且风凉露重,天气明显转凉,所以要及时天衣,外出时,短袖的衣裤凉鞋最好就不要再穿了,以免身体着凉受寒。 另外,秋季花粉也比较多,最好不要到近处观赏,必要的时候戴好口罩,以降低过敏的概率。 二,五不吃。 一,不要吃过于油腻的食物。 秋天到了,胃口放开了,很多人可能又开启了大吃大喝模式。 但是,太多的高热量,油腻的食物并不健康,胖会在肠胃内停留很长时间,难以消化,还会让身体变得燥热,引发不适。 因此,重口和油腻的食物吃多并不好,还会让你迅速长胖,千万要忍住,不要松懈。 所以,还是建议大家,到了白鹿中秋时节,尽量做到荤素搭配,搭配一些蔬菜水果和粗粮,给我们的肠胃减轻压力。 这样才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,保持健康的身体。 白鹿过后,正是秋补的时候,此时大家补身体的时候,以清淡饮食为主,比如清淡的鸡汤、鱼汤、羊汤,都是非常滋补的食物。 而过于油腻的滋补汤或菜肴,大家一定要少吃,因为白鹿过后,秋天会过于干燥,如果吃多了油腻食物,会导致上火。 二,少吃生冷的食物。 夏天的时候,天气比较炎热,为了能够凉快一点,会选择喝一些冰镇的啤酒,吃西瓜和各种冰棍,雪糕什么的。 但是,到了秋天,外界自然环境已经和夏天完全不一样了,要顺应时节的变化,这些生性寒凉的食物就要放一放了。 夏天气温高,我们为了清热驱暑器,吃生冷食物还可以接受。 但是,到了秋天,气候逐渐变凉,我们人体的生理环境也会随着改变,这个时候再吃生冷食物,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很大的负担。 因此,为了保持身体健康,为了肠胃和消化系统的健康,我们应该少吃剩冷食物。 所以,到了秋天,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温和,润造的食物来食用,增加体内的阳气,为秋冬打下良好的基础。 三,少吃海鲜。 金秋送爽,又到了食蟹的季节。 满腹肥美的螃蟹,让人垂涎欲滴,但是,我们要知道,螃蟹也是寒性食物,过量食用可能导致肠胃不适。 甚至腹蟹,因此,我们不能贪图一时之快而忽视健康。 其次,除了螃蟹,其他海鲜也需要我们注意,海鲜不仅营养丰富,但其票令含量也较高,因此,痛风患者切勿贪嘴,应当适量食用。 四,要吃。 一,吃红薯。 白鹿吃红薯,是旧食农家流行的传统习俗。 人们认为,白鹿吃了红薯,可以避免饭后胃部反酸。 在我国传统医学中,将红薯视为良药。 时至今日,红薯更是有着长寿食物之剩余。 红薯中富含纤维素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、果胶,以及多种矿物质元素,有助于通便排毒。 美颜润肺,保护肝脏等。 而白鹿节气,也是新鲜的红薯上市的季节。 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吃起来了。 二,吃龙眼。 白鹿吃龙眼,是流行于我国福州等地的老传统。 龙眼为秋天应季的营养水果。 人们认为,白鹿吃龙眼,对身体大有弊益。 龙眼是一种药湿同源的水果,其中富含糖类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等成分,有助于安神助棉、补削益气、缓解疲劳、滋润肌肤等等。 另外,龙眼也被人们称作浮原,象征着团圆美满。 子孙棉盐,是民间传统里的吉祥果。 不过,龙眼属于温性食物,且含糖量比较高,所以最好不要一次吃太多。 三,吃米酒。 米酒是以糯米、高粱等古物酿制而成,带着淡淡的酒香,吃起来带着淡淡的甜味。 在我国湖南、江苏、浙江的一些地区,流行着白鹿节气,开始酿米酒的习俗。 人们称其为白鹿米酒,酿好的米酒用来代客。 米酒中富含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等成分,有助于补气养血、增强体质等。 米酒不仅可以直接饮用,也可以煮汤煮鸡蛋,秋天里可以吃上一些。 四,吃食样白。 在浙江的一些城市。 在白鹿这一天,民间讲究收集十种白色的食物,一般为带白字的中草药,然后羽肌或者压细火炖成汤来喝。 人们认为这样可以滋补身体,赶走风气,秋天气候干燥,对于我们的脾胃肺脏都有影响。 多吃些白色的食物,有助于润造去火,吃食样白,正是硬剂而食的体现。 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